欢迎收看大小童子 你好我是拥有40比奇林 大家的小厨师 公卡玉本节目由Horizon Visual Works为您呈现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菜肴是一道 素食鸡排 那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什么呢 杏鲍菇 柠檬 黑胡椒 酱青 素食蚝油 白醋 麻油 糖 清水一网 玉树树粉 干米粉 木薯粉 那我们首个步骤 就是把我们的杏鲍菇放进去里面蒸 蒸多久呢 就是大概蒸一个15分钟 现在我们同时间也可以先调味 准备腌制这个素食鸡排 我们先准备一个碗 蚝油 我们倒一汤匙 酱青 我们要半汤匙 胡椒粉 半汤匙 麻油 半汤匙 那我们现在就搅拌它 时间刚刚好 杏鲍菇也已经蒸好了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杏鲍菇 蒸在冰水里 给它降温 好 那我们经过姜纹了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给切开 就是我们要这样子 旋转式的 慢慢的切它 翻过来后面也一样 将它加入我们所调好的 这个酱料里 帮它搅拌均匀 腌制一下 大概15分钟 这样它就会入味 那现在我们在腌制的过程中呢 那我们现在就要做那个 要炸这个素食鸡排的粉糊了 炸米粉 玉树薯粉 摊炸在一起 再把这个水加入 搅拌到像这样子比较浓稠 不要太水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它炸起来就会比较美 我们先加油进去 这样我们怎样测试一下 油好了没有呢 就是我们可以先点一点点 这个酱下去 大概这样子是差不多了 它已经一下就浮起来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 素食鸡排 放入这一个粉中 好 这样的颜色就很好了 OK 然后我们把它给拿出来先 然后我们给切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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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现在我们准备做它的那个柠檬汁 我们先这样子切一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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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碗 来一个汤匙 然后把它放在这边 一汤匙 两汤匙 我们放了两汤匙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准备好的糖 倒下去 然后再加入白醋 半汤匙 再加清水 两汤匙 这个木薯粉 加入 然后将它搅拌均匀 我们先倒在锅中 现在我们才来开始开火 一定要开到最小最小的火 那我们现在用慢火慢慢地煮它 让它浓稠 这个要小心哦 一不小心你太大火 它就会烧焦了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这道菜有没有成功吸引到你呢 到底不用鸡肉做的 鸡排会是怎样的呢 好 告诉我 你会不会在家做这一道菜肴呢 所以本期就到这里了 所以我们下星期再见 我们下星期再见 谢谢大家